起立 立正 走勒 請坐 在看 參加互動 來 討論問題 看起來齁 就是 我們 林先生 何先生 對於這個 問題的研究 有 兩個部分的 一個當然是當做一個運動在推 包括去控告啦 去宣傳 那另外一個就是一種學俗的 這是 我們通常講說理論嘛 學術 那所以在做的工作 有相當一部分其實跟我們 歷史學者是類似 就是說 找到那個要有那個檔案嗎 就是說 有沒有哪一份文件 那個時候有沒有發表什麼文件 然後這一份文件的意義是什麼 要去追究這個東西 這個是一樣的 有不一樣的就是說 我雖然 對這些都有興趣 但是我並沒有信仰 一個說 以定未定或者 我們就用美俗好了啦 或者叫做什麼的一個固定的 不變的立場 然後要去推它 這個 笑話好不一樣 我覺得 在學的立場當然是 open 就是對於一切的資料開放 只要你能夠拿出 有助於你的論點的證據來 我們應該都open 這樣子 那我只是說 以我目前接觸的 範圍 所看到 所想到的 就是有關於這個 戰鬥台灣地位問題呢 是 要從 國際關係 國際的政治 還有歷史的過程 而不是只有從法理 才能夠解釋啦 否則的話 就有出現一些困難 但是呢 歷史的這個事實 本來就有很多 我們讀科學的都知道說 那個 Facts F-A-C-T-S 是有很多的 它不是一個reality 單數 P-Y 對不對 好啦 那你有你的Facts 我看我的Facts 我看我的Facts 那麼 在這樣這麼多的事實 裡面 我們必須要採取一些判斷 一些 一些做法 那 對於事實的解釋 有時候會 用我們現在的需要 就是說你要推的目標 為標準 然後來解釋過去的事實 這個 純粹從學者來說 是盡量避免 那個叫什麼呢 以論代史 就是說 你有了結論 有了你的目標 然後盡量要想要去 注意什麼事實 忽略什麼事實 這樣可能不是這個 學習得太早 我剛剛已經講了 像一切的事實open 這樣子 當然呢 我看目前的很多狀況 都會出現一些困難 就包括 包括 我們的本土派的領導人裡面 像說台教會所辦的那個 台灣地位問題的論壇 兩大派 六小派 裡面呢 就出現沒有辦法 說服對方的困難 包括那個 最近的這個座談會 說 紀念舊金山合約的六十年呢 那 姚家文先生的標題就是寫著 因為那公開已經印出來了 小冊子 一共 舊金山合約給了台灣主權 那這個我是不同意的 我也只能在後面的文章寫 我剛才講的這些東西 就是說 其實 其實 是 undecided 如果要從國際法上來說 那你那個一定的意思是什麼呢 台灣已經有主權 那結果 那個時候實際統治的 就是中華民國政府嘛 那你的意思是 中華民國在台灣 獨立的國家 新俄獨立的國家 叫做中華民國政府嗎 從那個時候就開始了嗎 那 可是 如果在一個外來政權的統治下 是白色恐怖的統治下 台灣已經獨立 那還有什麼不獨立的 就是說 怎麼叫做獨立 很奇怪 沒辦法改歲 那這樣那個 黃昭堂啊 或者美國的台獨聯盟啊 都 都開笑 都沒辦法 是不是這樣呢 事實上 在一個外來政權統治下 台灣人到底有做了什麼表達 哇 你去理事上找 那你就好感知 日本有這個廖文藝 那就是流亡政府啊 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啊 1950年代 有一個廖文藝 不過呢 他後來1965年 回台灣投降 那美國 有這個 台獨聯盟 1970年呢 還組成這個 WUFI 就是世界性的 台灣獨立聯盟 這樣子 那 這個呢 就是說 呼嘎仔 就是說 有台灣人 組成團體 而且在國際上表達 或者向島內表達 說 台灣 獨立 台灣應該獨立 那 有權獨立 可是現在是在一個 外來政權的統治下 當然是 沒有租款 沒有獨立 沒有建國 沒有這麼需要去推送 然後變成黑名單 又不能回國 對不對 所以呢 對於這樣的一個 外來政權的暴力統治呢 我們 不排除一切的方法 要把它推翻 那就包括 呃 1970年 有 這個 黃文雄 齁 在美國紐約 跟蔣經國開槍 還有1976吧 就是王姓南 有一個 油包炸彈 齁 這些東西非常手段啊 那 這都是顯示 呃 陳隆志教授在他那本書 台灣獨立建國的展望 裡面前院所講的 台灣人是無國家 無國籍啦 台灣無國籍 台灣人是無國籍 的一個什麼什麼什麼 之類的 就是這樣說嘛 因為這樣 所以要去推送 要去找找出路 台灣人要插天 是 邏輯是這樣來的 你如果說那個時候 台灣就已經獨立了 我不知道在通常 獨立在哪裡 是 是怎麼表達 怎麼存在 我無法 改遷情後 所以說 好啦 那就是說嘛 我剛剛已經講了 你可以 主觀上 以論代史 你把你認為 對我們現在 比較好的 但是我是覺得 已經獨立說齁 這個 比較說得通的 比較啦齁 我不敢說白是白說得通 至少 何瑞遠先生 是不會同意的 就是陳隆志教授講的這個 眼鏡獨立說 這個呢 就不是在提國際法了 不是只有國際法 他講的是一個憲法上 這樣子的修憲 是不是成為一個有效的自覺 就是說他的自覺的方式 並不是一個公投 台灣已經獨立的公投 不是 而是說透過全面改選的國會啦 呃 這個 呃 總統的民選 這個 所以我這是差在講齁 就是說 其實我們要綜合起來看 整體的看的話呢 1991年 這個在今年齁 2011年 減1991 就是20年嘛 20年前 呃 李登輝總統 他宣布結束動員勘亂 就是我不在反共大陸啦 我不把對岸當作是叛亂 然後要開始修改憲法 這個叫修憲喔 至於理論上 你沒有權力修憲啊等等 是的 我們當時齁 台教會當時才剛剛成立 我們就說 台灣 這裡齁 所選的代表齁 沒有權力修憲 只有權力制憲 就是說 依照這個 呃 國民主權原理 喔 你可以借定一個新憲法 只要大家 合意 多數決 啊 可以借定一個新憲法 但是齁 你沒辦法 你不應該 你沒有權力去修改那個 中國憲法 因為中國憲法 已經是另外一個 呃 中華人民共和國 呃 在聯合國也都處理過了 然後 他代表中國 你這次又去處理那個 東西是不合法的 不過 你知道那一年 那一年齁 呃 之前呢 當然有三月學運嘛 李登輝 遭受到很大的這個 考驗 他終於獲勝 黨內鬥爭獲勝啦 就是把這個 呃 好伯春啊 林洋港 李煥 蔣為國 把他們打敗 呃 然後取得這個 總統候選人的資格 然後呢 又 受到老代表的通過 改選做進行的總統 這樣啊 啊 老代表怎麼會選這個 貪人當總統 他 你看那個中正紀念堂 那個幾千個學生那個樣子 社會壓力 對不對 然後這個 你到底要不要退休啊 你要不要有這個好處 那個好處啊 所以他們想還是好好退休吧 所以 呃 李登輝是用軟的硬的 讓這個 萬年國會 結束 然後從1991年的年底 選出台澎金馬的那個 第二屆國大 所以說一個中華民國政府 流氓政府 來台灣 那麼幾十年才選第二屆嘛 對不對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嘛 這樣開始 我們可以說是一個 新的開始 那麼 九二年呢 是全面改選立法委員 那我剛剛講 九一年為什麼 關鍵 因為 民進黨在當時 受到鄭南榮自焚的影響 那兩年前 然後受到三月學運的影響 受到李登輝宣布 修憲 所以一機關兩階段的修憲 結果民進黨你要拿出什麼主張 民進黨呢 就透過黃黃雄先生 他們 弄了一個民間的這個 這個叫修憲 那個叫做制憲 但是那個時候說一條說制憲 好像有點敏感 所以他叫做民主大憲章 所以呢 民進黨的一些重要領導人 大概包括蘇貞昌、謝長廷、呂秀蓮 在1990年 有提出了一個民主大憲章 那就是制憲 制定新的憲法 那麼 我剛剛講的這個應該是 90年 然後91年就是 有什麼呢 有這個 剛剛講為什麼他要弄了一個憲法 就是要跟 李登輝競爭嘛 你要一機關兩階段修憲 那我們的理論認為 台灣應該有權制憲 但是沒有權去修那個中國憲法 所以我要弄一個 新的憲法的草案給大家看看 所以弄了一個民主大憲章 那接下來就是說 碰到這個 老賊要修了對不對 1991年的4月之後呢 有那個反對老賊修憲的大遊行 那個時候我是台灣教授協會的幹部之一 在台大的校門口 因為他那個反對老賊修憲之後 不了了之 沒有得到什麼古典的生錄 那 特別生氣了 雖然 那群眾很多 都是反對老賊修憲 想像也知道說 怎麼可能由這一個都提著尿袋的老人 來替台灣 決定未來 那些東西 這樣 不過呢 空了之後就沒辦法 所以呢 大學生在台大校門口 結識 那我們其實都是台教會的人 在後面幫忙 做幕僚 做宣傳 每天晚上在台大校門口就 演講 就是支持這個反對老賊修憲的行動 那時候是狂飆的時期啦 剛才那個 極元兄在說 我是怎麼 壞成長 從那個開始 從那個開始就 都要給他們開土了 那 那個是非常明白的 就是站在那個立場上 我現在要提醒的Point是什麼呢 91年 國會全面改選 結果李登輝的國民黨 民進黨得到四分之三的多數 民進黨這樣的一個主張 制憲的 而且是街頭狂飆的 公投遊行的 反對老賊修憲的 而且有一個獨台會案 什麼四青年 反政治迫害 反白色恐怖 那樣一年下來 還包括這個 那個 九 那個 九一年不是要選國大嗎 共同的政見 就是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 很衝啊 所以你不要以為民進黨 一開始就妥協 沒有 1991是一個台獨運動的高峰 民進黨的黨綱裡面呢 也出現了台灣獨立 叫做台灣共和國這樣的字眼 只不過他說要經由什麼公民投票決定 等等的 所以那個 九一年的這個 等於是一個兩條路線的競爭 而且台灣社會引起很大的衝擊 因為你有了台獨黨綱之後 違背了什麼政黨 什麼什麼那個時候有一個 法庭 憲法法庭 可以把你解散的 所以 你如果看那個九一年的大事記裡面 你會看那個很緊張的 那結果那個法院 因為司法你知道很政治嘛 如果要幹 林輝如果要解散 當時就可以把你解散 但是後來不了了之啦 就說啊你那個 沒有來報備了 你們通過那個 按照 團體 人民團體的這些法律 民進黨應該來報啊 你還沒有手續完成啊 然後來就用手續完成 這樣而已啊 就不了了之 所以等於是什麼呢 默認 因為你如果按照國安法 國安法裡面齁 這些團體啊 政黨啊 不能夠主張共產主義 或分裂國土咧 他根據這個就把你解散掉 就是法論啦 法論齁 我說政敵會有落差 就是這樣 啊 他為什麼講一個法律 他不要執行 他就是因為 正義已經 走到這個腳步了 民進黨只不過通過了一個 台獨黨 而且他很客氣的加了誕書 需要經過公民投票啦 等等的 而且呢 他只不過是一個言論嘛 你不是說 言論判亂這個取消了嗎 刑法100條 你必須要用什麼什麼暴力等等的 才怎樣嘛 你這次不要怎麼改善 所以儘管他提出來 是怎樣的 離經叛道的主張 在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 都應該可以存在 而且來 向大眾說服 看能不能得到多數的支持 這樣嘛 所以就一直走下去了 但是民進黨為了說 九一年年底的選舉的挫敗 你提出來制憲 提出來 其實是獨立啦 等等的主張呢 結果得到四分之一 那時候 你不能怪白色恐怖 當然還有一些陰影 還是怪人都黑票 但是那也是局部的若干的 一般而言 因為你從黨外時代 還沒有成立立黨之前 就已經不斷的選舉了 在台灣的這個選舉呢 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其實有相當的公信力啦 在世界上來講 台灣的選舉 這個台澎金馬的這個規模 不像那個什麼印尼啦 什麼 哇 幾千個島 你不知道要怎麼算票 算票要算 我如果過了 那個變數就很多 但是基本上 台灣的選舉呢 四五點截止 六七點都公佈了 所以這個 當然中間有過某種 某一些糾紛喔 比方說做票啦 曾經包圍什麼什麼 選委會了什麼的 但是 一般而言呢 你包括說 每個投開票數 只要你力量夠的話 都可以派人去監票 都可以隨時的回報 那個票數等等的 所以 所以算是很成熟了 結果算不到 就是輸啊 而且輸到這個樣子 所以九二年開始呢 他轉型嘛 他變成說 多談公共政策 少談意識形態 這些敏感的問題 我們暫時擱著吧 那 而且就參與了 李登輝所主導的修憲 雖然那個參與的過程 還是用比較抗議式的 二屆國代 看到老是在打架嘛 我蘇家權當時是 是國大代表之一啊 打一個 鞋子怎麼找不到 所以被警察扛出去 外面放鞋子之後 說 穿一腳鞋子 回來那個什麼 東部那補頭 就是 所以 那是一個比較 抗議的 狂飆的 但是呢 你沒有辦法得到 多數的支持 這個就是民進黨為什麼 走上一個轉型的道路 那麼九零年代 因為我們這些教授的團體 然後本土社團 當然是採取比較批判的 對民進黨那麼快的 接受了選舉總路線 但是 我可能跟在座的 一些朋友看法不一樣 就是說 我現在啦 至少兩千年之後 我並沒有 否認了這個路線的可能性 成功的可能性 因為兩千年代 就讓你選到了嘛 所以 選舉總路線 在台灣的情況下 是有可能獲勝的 有可能解決問題的 那 只要你不要太離譜 不要像那個 內政部長 那個時候余政縣吧 他碰到那個什麼 釣魚台問題的時候呢 竟然公開發言說 這個 自從什麼明代 還是什麼時候以來 釣魚台 就已經是我們歷史的 什麼領域 說靠腰分得啊 那個 你講的是中國的立場 不是台灣的立場 你是扁政府的內政部長 怎麼會 怎麼沒有常識 然後 釣魚台問題當然是 附屬於琉球的問題 琉球的問題是 戰後的那個 托管 然後呢 70年代 這個 美國 把行政權 這些交給日本 至於說 主權的問題 應該有官色的各方 去怎樣的決定 所以 產生一個模糊性 就是說 釣魚台到底是誰的 是有這些問題 你站在台灣的立場 不你也說 是這個 這個問題 有待什麼決定啊 或者怎麼講 你不能去拿到 那個明代 古早時代的中國的立場 所以 我想 那個時候當然 我們也都會 寫文章 批判這種 錯誤的 解釋 不過 選舉 這個問題 是一個 存在的現實 所以 這個 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 採取一個比較 理解的態度 會比較好 這也是順便說 對於說 在這麼多種主張裡面 我們要讓自己的 說服力更強 我想也有需要 純意求同 不然 你也 到處都是敵人 這樣 運動很難 你要 你要 去找到 我們有 共同的部分 那 不同的部分呢 先不以全盤否定 我們可以 再看 先各自 那麼 找到那個 做會 的地方 這是順便說 不過我們把這個材料先看完 就是說 回到那個 50年代前後 我剛才 為什麼說 定這個題目呢 因為我不 不 不想在題目上 就是說 把 結論寫出來 不像 姚前院長 說 這 駿山合約 給了台灣主權 也不去從題目上說 也不去從題目上說 台灣第二位委員定論 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 如果這樣 都 違背我們的 學者 什麼東西的立場 所以我是說 要從 1950年前後的 美中台關係 來看 台灣的第二位問題 回到那個 關係 那樣子的國際關係 那個背景來看的話 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 東西的文件裡面 剛才既然說 戰後的領土 在合約還沒有簽訂之前 它是未定的 那接下來問題是說 那合約簽了以後 是不是 仍然未定 照共是要已定 偏偏 究竟在合約 就是得到 未定的立場 這就是一個 我說的複雜過程 就是這樣 就是說 杜克斯他在 周旋各國 來談 對日合約應該怎麼定的時候呢 曾經提到七項原則 裡面就是說 要凍結 台灣島的地位 凍結的意思就是 也要決定 萬千個說 但是呢 雖然 凍結 這是為了 剛才講的 冷戰啊 反共的需要 對不對 否則呢 我如果認為 開羅會議已經解決了 純粹台灣是中國的話 你們 在聯合國 的代表權 豈不是馬上危機 這樣你要奧土 換北京派代表來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把台灣當做一個 這種味覺的狀態有利於你在聯合國去營 而且呢 美國的鑑隊也可以來 否則的話 否則的話我就干涉內政啦 我就沒有辦法直接派艦隊去 這一點呢 國民政府 國民黨政府是知道的 這個凍結的方式有很多種 其中一種這個就是 四強決定論嘛 只是說 不然你這時候自己說 那為什麼國民黨政府 竟然也曾經說 好不然我認你的意思 我們對於這樣的提議 不表示意義 我不會反對啦 為什麼因為畢竟四強裡面有一個中嘛 這個中是誰呢 是中華民國 所以 既就也要四分之一的貨幣款 而且呢 我已經身高身贏 我會把你占掉了啊 所以戰後國民黨政府明明知道 未定論是一個當時美國 在推的這個東西 而且在當時舊金山合約的現實之下 未定論可能是一個 Second Best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他至少他是一個 先贏先贏嘛 反正我已經在這裡 那 雖然在理論上未定 但實際上是我已經戰了嘛 這個情況下呢 呃 台北就是這樣子 顧維軍 就曾經發表這個看法 他一方面說 台灣澎湖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只是最後形勢上的手續上代辦理 所以他們那內行的 無論顧維軍業工操 他們都知道說 還有一些手續還沒有辦啦 但是在那個選團上 他不能這樣說啦 他怎麼說已經改革了 都台北中國的啦 啊 但 建議等等等 中國政府對於四個島群的地位 取決於 英蘇中美 這個呢 不擬表示反對 這個就很令人驚訝 像這樣的東西我們以前都不知道 就是 就是說 國民黨內部 其實 知道問題的複雜性 知道困難的 那其中當然包括英國 他支持的是北京嘛 本來自強決定在台北來講說 我不會反對 也知道說是second best 但是呢 英國仍然 施加壓力啊 認為 欸舊金山合約為什麼沒有北京的政府啊 那 所以英國的立場是 北京的政府應該要參加 對日合約 任何的談判耶 那美國所建議的 只講放棄 這個認為說這個太含糊了吧 你只是講說renounce的什麼什麼 也沒有說讓渡給誰啊 你應該要sees to China 這個應該就是我剛剛講那個版本 應該是英國版本啦 就是要把台灣澎湖交給 這個中國 你就寫中國嘛 你不必講 什麼中國 所以呢 舊金山合約最後講的是 只是講放棄 那麼 因為他如果講中華民國 因為他如果講中華民國 馬上又陷入那個 哪一個才是中國的問題 所以 就困難啦 所以 現在合約最後的版本呢 其實並沒有這樣講 所以這個就是 我在那個 這個 National Archives 就是美國的華盛頓的這個 那個是叫做 馬里蘭 Marion 大學的這個 College Park 就那個檔案 檔案局 我是請那個 王景洪先生 幫忙啦 因為我去的時間很短 那 王景洪 他比較常在那邊 進進出出 那 所以我自己去找 他把我 介紹去了 然後 很快的呢 發現說 喔 那這個 Pregional Draft 這個 Of Japanese Peace Treaty 這裡面 的這個檔案裡面 其中 就是這個講的 Japanese 這個Japan the hereby sees to China in full sovereignty the island Fomosa and 澎湖 群島 這樣子 這個是 第一個版本 應該是50年 然後這個是 51年的 51年的3月9號 這裡面的版本呢 已經是講說 日本放棄所有的權力全員 關於什麼 就是我那個 報紙上所quote的 就是講 Korea 也在裡面 混為一談 就把 韓國呢 跟Fomosa放在一起 那這裡面應該 漏掉一個我剛剛講的那個 Fomosa 對這個 這裡有Korea 這不是Final的版本 Final的版本就是說 他只講這個 對台灣澎湖的主權就放棄了 Renounce 並沒有說交給誰 所以他的前後文是很清楚 談到韓國的時候就是說 Independent 獨立 談到這個 琉球 Okinawa 就是說是 Trustee 這個 托管 談到台灣澎湖呢 沒有講 Renounce 我放棄了這樣而已嘛 這種是非常有益的條文的 字真句子 不是疏忽的 那 為什麼 這就是 當時的國際環境 認為這樣是最好的啦 美國當時呢 抵擋了這個 Frank 就是英國駐美大使 理由很簡單 就是說 我不能承認北京的這個中共啦 所以我不可能邀他參加對日合約談 那麼台灣問題怎麼樣 他這裡就 舉出了一個理論 駐民自決啦 所以駐民自決原則呢 當然就 國際法上來講 也是一個很優先的原則嘛 所以說 台灣到底怎樣 希望怎樣 都還沒有表達 你就要把他移給一個共產政權 這個是不可取的 這個是 這樣的影文應該出現在王景洪的那本書 就是強權政治與台灣 所以我想 大家對這個問題要 仔細一點的研究 王景洪已經幫我們做了很多功課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結論 但他所收集的材料 非常豐富 玉山社出版的 強權政治台灣 而且呢 他這個書名 也非常 恰當 說明了 台灣的處境 就是 金的是強權 那我們要先去認識 這些強權是在想什麼 是在搞什麼 怎麼會 怎麼會後來變成一個 地位未定的結果 我們現在要把他 過程把它弄清楚 對不對 所以說 在台灣住還沒有表達之前呢 表達意願之前 那你寧可蓄意使台灣主權 含混不清 留在將來解決了 好啦 那我們做 做一點 這一部分的結論 說 其實 舊金山合衛 因為剛才的討論裡面好像沒有 進一步去談那個台北合約嘛 那為什麼 沒那麼重要 台北合約 就是只有像 國民黨的理論家 像林滿鴻啦 或者是 早先那種 認為 中華民國擁有台灣的 這些主張 說 台北合約呢 已經解決了 就是說 舊金山合約雖然是未定 舊金山合約就是 多國 多邊的嘛 就是日本 對同盟國 有四五十國 這樣嘛 這是多邊合約 多邊合約 國民黨政府力爭要參加 結果弄到後來說 不行 你們兩邊到底誰代表中國 這個 太複雜了 我們寧可讓 四五十國都願意來參加 所以 擱置了誰代表中國這件問題的時候呢 是為了 讓 多數的同盟國 願意簽字 願意來參加嘛 所以呢 但是事實上 中國的問題怎麼辦 杜勒斯的厲害 杜勒斯的重要性 就在這裡看出來嘛 他就是周旋 他就是去 跟日本的這個吉田茂首相 吉田茂林志生先生 也有去 注意這些檔案 就是說 吉田茂他最後發表的那個吉田書簡 就是說 我願意 在 多邊條約之外 來跟中國 簽約 跟台北簽約 他也附和了美國的反共的立場等等 其實在吉田書簡 吉田發表這封信之前 他還是猶豫不定的 模模糊糊糊 你如果叫我 多邊合約之外 因為按照 因為按照 就算他合約裡面也有講說 如果沒有簽的 你日本要在另外單獨跟他簽 雙邊合約啊 就沒有問題 對日本來講都OK 但是我要找北京還是台北簽 他不要說 他不要說 他要保留一個 彈線空間 因為 中共 這個北京呢 跟日本還有這個那個的利害關係嘛 至少他國家大嘛 人口多啊 那個貿易的問題啊 等等 但是台北這邊就很生氣 就覺得說 呃 你不是 都談好了嗎 你說我們不參加多邊合約的話 你應該保證 日本來找台北簽 結果日本老是不表態 搞什麼 弄到後來 說好啦 那已經有吉田書簡出來 你放心了吧 就 開始談判這個雙邊 合約要怎麼弄 他的背後的原則當然是說 基本上要跟 舊金山合約的內容 一樣 大體相同啦 那你們個別有一些其他的要談的部分呢 應該要個別去處理 其中當然也有很要命的就是說 適用範圍 條約的適用範圍 因為 日本如果找台北簽約 但是又承認說 你代表中國 這個不切實際 因為 你已經沒有辦法約束 廣大的中國人民了 那我 我跟你簽了以後 如果 等於承認說 你代表全中國 而且這個 能夠 頭髮也 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範圍 那話題要怎麼定 結果竟然 落到 一個字的差別 就是說要 適用範圍是 目前你統峽的地區 或 將來 你實際統峽的地區 或就是 OR OR 那 國民黨政府就發現 這不對啊 你這個 OR的話 就是有 兩選一 的可能性 意思就是說 將來 我如果 光復大陸的時候 那我就 適用那邊 這邊就不適用 意思就是 台灣澎湖 是 舊大 暫時的而已啊 對不對 不 這個疏忽 不行啦 應該要 AND 就是說 適用範圍呢 是台灣澎湖 AND 將來我能夠實際統峽的地區 這樣子 喔 為了這個 OR或者是AND 所以台北合約 是這樣弄出來的 那麼 基本上他沒有改變那個 舊金山合約 的那個未定論的立場 甚至包括1954年 美國跟台北簽了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這邊的政府一直宣稱中國啦 你如果看檔案 蔣介石 在他的年代裡面 雖然已經是中華民國台灣 這個字眼是李登輝後來才用的啦 之前 都是自稱中國 中國代表中國怎樣 中國的立場 中國的利益 所以 台北合約 是 之後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這個 結構 簽約的 同時 那麼 美國的發言人就說 我們雖然跟台北簽了這個東西 但是 有關於 法律地位的問題 並沒有因為這樣解決 就是這個 共同防禦條約是一件事情 那麼 台灣澎湖的領土問題 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才在說 美國的立場其實還蠻清楚的 雖然支持了這個反共的 台北的政府 但是對於台灣澎湖的歸屬問題 當然包括我們大家都知道的 並沒有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並沒有包括金門馬祖 對不對 所以也因為這樣 所以有 1958年的 第二次的 台海戰爭 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互相試探 因為 好啦那你既然 1954的防禦條約 只有 台澎 好啦那我 我是老共 我是北京政府 我就打你 金門馬祖看看 看你美國怎麼反應 各位你知道 那個是炮戰 金門 炮戰 炮戰的意思就是說 我沒有要登陸 我沒有幫你拿下來 我就是 一直撞一直撞 看你要怎麼 結果美國 資源 確實 美國來 討論 要怎麼 結果他們還是守住一個界線 就是說 我就是補給嘛 我就是幫忙補給 包括 發這種政治上的宣告 等等的 可是我基本上沒有參戰 那麼 解放軍呢 我們後來都知道了 這個 毛澤東下令 解放軍也 只打 蔣劍 不打美劍 他們都認為 蔣 蔣 他們不叫 中華民國 蔣 蔣幫 蔣集團 蔣劍 所以彼此已經 確定了一些界線 之後呢 好 這樣可以了 就停戰嘛 就變成這個叫做 單打雙不打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也曾經訪問那個 參加金門炮戰的 台籍的兵 他們很特別的 他們跟一般的台灣兵不一樣 台灣兵 參加那些外省的 退後兵 有退府會的優待 農民的那些東西 一般是都沒有 但是 參加金門炮戰的 台灣兵有 他們也有 這種農民的 一些好處 一些待遇 確實那個時候呢 台籍 蔡元兵 有在那 修台 我再訪問那個 陽明山一個 歐吉桑 他在那 做建設 做水果 熱壇 他說他在那 騎衛兵 他知道 他們的同僚 炮戰下來的時候 飛彈 那個不是飛彈 那個炮彈 試射 那個碎片 可以把人切成兩半 很厲害 他就感覺 很艱苦的是什麼呢 要去運武 要去補給 就是說那個兵艦來到外面 你不能夠太靠岸嘛 你必須在那邊歇貨嘛 要追啊 一直起來 然後要去搶灘嘛 死很多 老共都知道你要運武要搶灘了 就打 就打 所以那個很慘了 但是他跟我說一件 為什麼要聽錢 因為啊 我們弄了那個原子炮 那個是多少吋的 那個 8 哎 說他就去 蝦門的車頭 附近 弄一個 這樣而已 阿共就怕到了 然後就來跟你 單打算不打 我說 老兄 這不是這樣喔 我看資料不是這樣 其實老共沒有膽小 被你弄了兩個的砲 就 不敢再打了 不是的 是毛澤東認為這樣夠了 而且 蔣介石 也覺得夠了 他們的共同默契 就是把 把金門馬祖 跟台灣澎湖綁住 這樣的時候 台灣澎湖比較不會走向獨立的 比較不容易走向獨立的 就說你這個中華民國政府呢 實際統霞的還有中國的領土 就是金門馬祖嘛 明明蔣介石跟共產黨 因為 冤 醜 甚深 因為我也曾經去 中國大陸的這個南京 南京什麼 雨花台啦 什麼那個 那個 雨花石 很漂亮 那彩色的石頭 我有這方面的 嗜好 所以我就去南京 除了去看檔案 伊瓜 我 有相當一段時間是黑名單不能去了 但是這兩年不曉得他為什麼又 開放可以去了 跟我們鐵竿子排毒 有所接觸 好 來去看檔案 那雨花台裡面有一些紀念物 紀念什麼 中共的烈士 國民黨殺死的烈士 所以國共內戰時期 共產黨是殺了多少 國民黨是殺了多少共產黨的人 所以本來他們是宿敵啊 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到後來 現在 鄧小平以後的這個 中共 的這個統治範圍 對 近衛評價 未來越來越好 共同的一個原因就是什麼 反台獨 所以 蔣介石在 金門炮戰危機 跟毛澤東 取得了這種 共識 就是把 金門馬祖跟台灣澎湖綁在一起 這樣走向獨立 而且 像1971年 美國 為代表的聯合國的主要國家 說要不要讓 台北的中華民國 留在聯合國 也成為普通會員國 這個時候 蔣介石堅持 和賊不良力 哪怕 賊利和不利 也沒關係 我就是不要 退出 這個 維護了中國的統一 主權 所以 蔣介石 這方面的立場 反台獨的立場 是很一貫的 而且在重要的時刻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那這個東西當然是跟我們台灣人的立場是不合的啦 我們一方面主要叫人權 台下的人不行 一方面就是有關台灣第一的問題呢 應該 Open 你不能夠 咬住 就是中國的 那這樣子 掩蓋了台灣人的選擇啦 台灣人應有的利益啦 這部分 我剛才說的這個 過程其實都是什麼呢 是一個 國際關係的 歷史之外 就是一個政治的過程 政治 他不是一個 一條線的 不是 預先有一個 也許上帝有啦 但是我們其他人都不知道 就是他有沒有什麼 路徑 他是有一些 偶然的因素 必然的因素 偶然因素 互相交錯 那 像剛才講 炮戰 等等 那個背後當然是有他的 這個 Russian 就是說 某種中國的民族主義的 思考 那麼再加上其他的偶然因素 就這樣子 下來 這個我們也 不能不 有所感慨 所以 台灣人到底在這個過程裡面 表達了怎樣自己的立場 說起來是很微薄的啦 微弱的聲音在東京 微弱的聲音在美國 美國 美國知道 美國知道 但是呢 似乎也愛莫能助 因為當時 就是剛剛講 很長的時間 是在冷戰 是在需要一個反共的政府 那麼 這是 提到 提到說 這些過程 國民黨 不是不知道的 不是不知道台北地位未定 或者模糊 或者被凍結 只是呢 他 對外 或者是對他的人民來講 並沒有承認 這一部分 那麼剛剛講啦 說 他們就是一直在講日華合約 很偉大 就是說你看 日本沒有跟北京簽 雙邊合約 就來跟台北簽 這就顯示承認了 中華民國政府呢 對台澎的主權啦 或者代表中國啦 等等 為什麼日華合約的簽訂過程會 一波三折 那麼困難 就是人家抗拒這個嘛 就是怕有這種效果嘛 所以要怎樣來避免這個效果嘛 但是他們都 要愛的那部分而已 像吉田書簡 根本是杜勒斯寫的 只是由吉田據名的 包括這裡 也必須要在什麼 4月28日簽字 日華合約簽字的時候呢 舊金山合約已經生效 這樣的一個 時間上的 一個互相競逐啦 好啦那但是 日華合約到底怎麼談到台灣地位的 一樣嘛 他就是抄舊金山合約講 Renunce 他並沒有講別的嘛 那 所以這個 這樣的說法 就像黃昭堂教授他們 或者彭銘銘教授他們大概都這樣講 就是說 台灣澎湖 日本人已經在舊金山合約的時候放棄了 那我已經放棄了東西 我怎麼可能再把它交給中華民國呢 這是兩回事嘛 所以我 我們已經 訂了金山合約 然後呢 再跟你簽雙邊合約 並沒有產生新的事實 那個問題已經 前面解決掉了 甚至 像這樣的東西 我還沒有 我請我的助理 去外交部 去立法院找立法院公報 但是呢 1952年這麼早的立法院公報 很難找啦 所以這一段話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 這一段話就是 大概1971年的時候 美國的一個 國務院的顧問嘛 那個叫Starr 他 因為1971年就是說 美國必須要回答很多國會議員的質詢嘛 就是說你為什麼沒有好好處理 中華民國的問題呀 那你如果讓他當普通會員國的話 台灣朋友的地位是不是要怎樣處理呀 好啦 幕僚就要寫一個報告 給這個國務卿或者是 給白宮 其中就有這樣的一個內容 那 引述 他們引述 1952年 葉公超 在立法院 就這樣講了 為什麼要這樣講 美國的幕僚 美國的這些 法律顧問 要用 你們自己說的話來 讀你自己的口嘛 或者是說 你看 台北的政府自己這樣講啊 葉公超部長自己這樣講啊 他是說這個 台北並不屬於中華民國所有啊 所以呢 這個事情是在討論什麼 討論日華合約啦 因為那個老委員都在說 日華合約是不是已經確定 台灣澎湖主權是屬於中華民國 葉公超說不是呢 不屬於我國呢 喔 那麼 可是我們 可以怎樣做 就是用片面宣佈的嘛 就是我們設法規定 台澎的居民跟法人 用中國籍 這項規定可以彌補 從現在到未來 就是未來那個什麼技術問題 或者法律問題呢 應該處理沒有錯 可是還沒有處理之前 我們就已經統治了嘛 我們已經宣佈這裡的人 是中國籍的嘛 這樣嘛 所以這是一個 安頓這個老委員 老代表 說 雖然 雖然 法律上沒有 可是實際上我們可以這樣解決 好啦那我要怎麼結論 我也只能說 當然各位有各位的結論 但是 在我的結論裡面就是說 我們現實上來講呢 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中華民國政府 在台灣 如果他繼續是 兩蔣時代的那種模式 我看我們有血有淚的台灣人 應該要參加台獨聯盟 用一切手段把這個外來政權推翻 但是 從解言之後 從國會全面改選 從這個總統直選 法理上有 可能何瑞源先生講的這些問題 缺點 但是實際上 在我們的台灣社會 被認為叫做什麼 維持現狀 你去做民意調查 維持現狀的這個東西 一定是佔多數 那麼我們主張說 趕快獨立或者未來 適當的時候獨立的呢 確實是比 趕快統一或者未來統一的還多 有進步 沒有錯 自認識台灣人的 也增加 也增加 沒有錯 可是多數 都是維持現狀的 那維持現狀不是 你好不好或者喜歡的問題 是一個 多數人的心理狀態 那他真的都不懂嗎 是啦 有很多人還是不太懂 不過 他也是反映了某種 Ration 某種理性的選擇 因為你都沒辦法 拿出一個 安全可靠的有效的方法 來適合我 我先這樣就好 所以呢 變成 兩個大的黨 馬英九 選舉快到了呢 他就會講一些 我們多數人愛聽的 19 2008年 他選上了總統 3月大概20號左右投票 他在3月14號 各大媒體 報紙 登的 廣告 就是台灣前途應有 2300人 決定 這個是違反 傳統國民黨的立場 違反這個 兩蔣時代以來的國民黨的立場 這是自覺論啦 這個等於是跟民進黨拉近的 是一樣的 但是他敢這樣講 很敢 這樣 郝伯春也跟他講說 你就去搶那個中間的 保持現狀的票 很深難的挺你 那 這一部分民進黨 是不是 當然 也有 相當的 本土派的人 也有類似的心情 就是說 蔡英文沒有講得清楚 蔡英文還是有模糊的狀況 其實跟馬英九 有類似的這種不去碰那個 核心的敏感的問題 這樣 那 至於相不相信他 那可能要根據過去 你對他的認識 以及對民進黨的認識 來決定這種相信 如果沒有 你跟要求說 你一定要講清楚 你不講清楚我就不投你 這個跟現在的選舉 是比較脫節的 因為 我知道有這種壓力 包括 孤寬敏先生 他們的這個 搶救聯盟 其實都有表達過 就是說 比進黨的候選人 一定要 怎樣怎樣怎樣 這個其實在2008 2008 謝長廷的時候 面對這個問題 2000或者2004 同樣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還有 推出建國黨的候選人 那個正邦鎮啊 還是誰 理由都是說 你不講清楚我就不懂 你不講清楚 可是現在當然也有個 黃月衰女士啦 他其實有類似的 這個 心理背景 可是我剛剛講 不論南營或者綠營 可能有相當的人都認為 這個問題沒辦法在 總統大選的時候 攤開來講 因為 他不是我們單方面能決定的 他牽涉到北京 華盛頓 現在的態度 以及歷史上的這些糾葛的問題 所以呢 這部分我是採取比較 體諒的態度啦 就是說選舉有選舉的邏輯啦 那麼 就是說不可以太離譜啦 不可以說雄患的話 那麼 你想要去多談 公共政策 少談 意識形態 OK 你 你就是這樣 要自己贏下去 要將一個 外來的賬款 因為我那個文章的結束是在說 你只說已經獨立選 這就不是在說中的 因為如果繼續有 一個 中國 的代理人的這種政權 中國國民黨 他 宣稱他接受一中 Wine China 不論你是 Principle也好 Policy也好 總是 就掩蓋了這個事實嘛 因為 我們 如果說從美國的 過去的歷史來看 就是在看說 你們是有表達的沒有啦 結果代表台灣發言的 就是中國立場的發言嘛 要嘛蔣介石 要嘛蔣經國 哪怕是 李登輝 或者陳水扁 都還沒有 辦法擺脫那個 中華民國憲法體制的東西啊 那我美國要怎麼 做決定 就是台灣自己要說出來 你要什麼 那我把它叫做 杜鵑提教 這個可能不是德川家康 的某個人 而是說台灣的人民 你要說 People on Taiwan 或者People of Taiwan 都好 那麼 這個杜鵑要 提教 你要 思考問題 那麼你要 了解問題 然後在適當的時候叫 時間還沒有到 你就叫 可能沒有用 要 要在這個 Right time Right place 那這個就很高的 脆 本來就很困難嘛 我們要解決這麼大的問題 當然不是 容易的事情 好 我們大概時間快到 我們要剩下一點點 有沒有辦法 來討論一下 我們要來刀鵑 我們要來刀鵑什麼是回教 剛剛就說 民間的這個 紮根嘛 就是說對於這個問題的 民間的教育 要比較多人來做啦 要 了解這些種種困難 我們要的目標 應該有的目標 是在哪裡這樣子的 那 我剛剛已經 一再說這種 政治問題 是必然的跟偶然因素交錯嘛 那你如果有 準備 那個機會來了 才能把握啊 如果沒有準備 都猛然無知 那機會來了 你也錯過啦 我想應該 這樣說啦 我是 張文彥 我想請問 一個問題 我們 在 差不多一個月前 我們看到 報導 AIT 把金門 馬祖 到美國簽證 把它列為 中國人 第一個 再過了 一兩個禮拜以後啦 又報導 AIT 又報導 孫中山先生是美國人 那麼就 這個問題 我要請教 我們 陳教授 你的 觀點 你的看法 謝謝 謝謝 那 前面那個金馬的問題 其實是一個 什麼 說的 我沒有去查清楚 但是 是 從現實上說 它不可能是 稱為一個 普遍 普遍的 因為 因為中美共同法律條約沒有包括金馬 這個是一回事 但是實際上由一個中華民國政府在這裡 主管這個台澎金馬 這件事情美國應該是沒有否認的 在那後來什麼國會的決議 防禦的範圍 把金門馬祖如果受到攻擊的話 就視統台澎危機等等的 那有那個遷就現實的部分 就是把他納進來 如果要說防禦的範圍 你知道嗎 那後面這個是說 我的感覺上是蠻詭異的 第一個他先宣布金門馬祖你是中國的 第二個 一個兩個禮拜以後 中華民國的建立的國父是我們美國人 這個用意 這個用意 是在告訴我們 台灣人什麼問題 當然我不是研究歷史的 我這個 很 頭腦空空的 奇怪 美國為什麼這樣 因為一個專家在這邊 剛好有這個機會 我們請問 我們 陳教授 就你的觀點 你的研究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知道了 後面這個 我也小有研究 因為我對於孫文 對於國民黨的黨史 做過一些研究 那 純粹從AIT這個說法 我加不足 我哪有加到 就是 到後來 他在做那個展覽 他在說到美國和台灣的關係 那個展覽 那他也說了說 你剛剛說的這件事 有人的解讀 是往那個 是說給馬英九聽的 說給大家聽的 就是說 那個 孫文那個事情 是以前的事 但是 現在的總統 也有美國局 意思就是說 我如果要處理 我如果可以處理 還是要幫你公佈什麼 還是要幫你 做什麼處理的時候 會怎樣 是不是恐嚇的一種 或者一個宣誓主權範圍的說法 這是一個改歲 不過他後來 那個叫什麼年 他也再度解釋說 不過呢 那個 中華民國建立之後 我們就把它取消了 取消那個 中山的美國籍 因為 因為 那事情已經 另一個階段了嘛 這個意思是不是 後面這個才是 在說給馬英九聽的 或者是給台灣的人聽的 喔 沒有啦 我沒有說要 借這個問題 把你怎樣 而是說 說明一件事 等等 不過我想沒有 我的認識沒有那麼複雜 我們也早就知道 孫中山曾經有美國籍 為什麼 因為 你要推翻滿清帝國 那麼 你拿的是滿清的護照 這不是很奇怪嗎 另外就是說 在清帝國 那個時候 他變成通緝犯了 他回去 會被抓起來的 那 所以他要流亡日本 流亡歐洲 美國 所以呢 他那個時候是在 離開日本 因為日本對他環境也不好了 到 檀香山 喔 然後要到美國 在那個1904之前 那個時候有什麼 有同盟會的組成 那 在檀香山的時候呢 有 華僑 就勸他說 欸 那你 拿了美國公民 拿了美國籍之後 下一站美國你才會順啊 要不然你要怎麼入境 那 所以就 其實是假的護照 就是說假的 資料 說你是在舊金山 不是 在檀香山出生 欸 事實上 我們都知道 他不是在那邊出生 他是在 廣東省 香山縣 淬亨村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史料上也都有 那個時候 只不過他是 大概14歲 少年的時候呢 他的哥哥在檀香山的事業 已經有一定的規模 他隨母 隨他的母親 往夏威夷 那 所以他的自傳裡面 有提到說 史見倫舟之旗 滄海之闊 自是有目 西學 西方的學問 目西學之心 窮天地之祥 我以為他說 哇 我本來都住在這個鄉下的地方 現在開始出國一輪船 哇 這麼大的一條船 開始 嚮往西方的學術 然後 覺得世界這麼大 所以 他自己也都說過他的過去 他怎麼可能是在那裡出生的 所以他顯然是為了 去美國的方便 弄了一個假的東西 不過當時 在舊金山一登陸 也沒有那麼順利 他也是被抓起來 被扣留了十幾天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 清國的這個 皇室裡面 太子之類的人 身份的人 在美國訪問 美國政府認為說 你這個革命頭子來 會不會有所不利 所以先把你扣起來再說 可是他在被扣的那十幾天 動用的關係是什麼 鴻門 就是治公堂 所以他去美國的時候 就 重訂 治公堂 新章 那因為蕭瑀儀才剛剛 納入美國的範圍吧 那個是1898還是多少 反正190幾年的時候 已經美國的沒有錯 但是 他這個重訂 治公堂新章就是要在美國 重新去把鴻門的系統 組織 會員身份重新釐清 然後每一個人都要繳會 會多少錢這樣 但是他發現說 很困難 因為梁啟超康尤為 他們已經在前面保皇黨 都做過工作 美國的華僑 不太容易改變想法 所以那一次的 對孫文孫中山的影響 主要在於 真的是開闊他的眼界 因為他也去參觀了 美國的國會 他當時也接觸了 華人的留學生 那個叫王寵會 他們都搞法律 搞國際法內行的 所以呢 他有發表了一個文章 叫做中國問題的真解決 在國父全集裡面有這片東西 所以從這個角度說 孫文他為什麼跟地下會黨 跟幫派的關係那麼密切 在美國去找出來 而且在各地巡迴都要靠這個 鴻門這個幫派的幫忙 從這個角度去理解他的革命史 至於說 他的美國籍的問題 我從這個 反清的這個革命的立場來看 不是那麼重要啦 當然你後來要賦予現代的意義 這是變成後來的解釋的問題 來啦 不然我們再開放一下 來 我想請問日本海嘯以後 那福島事件 那個東京的美國大使館 把撤退他的人民到台灣來 那當時候那個AIT啦 他關了 把接收不收不收不收件 然後通通跑到中國 那中華民國的門戶去開大門 他們自己人在引接 美金進來啊 還有他加劍屬進來 那假如中華民國是個主權 有主權的國家啦 那為什麼會把那主權讓給AIT呢 麻煩請你解釋一下 是 等一下我們再請在後面一發問啊 你再一起答 陳教授你好 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 中華民國的憲法裡面 第一章第四條 有沒有包括台灣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那你馬英九跟蔡英文 你是代表哪一國 來參加這次的選舉 謝謝 那前面這個說 災害發生 然後美國的這個飛機啊 直升機啊等等的 從太平洋的某個地方飛過來 等等 似乎比其他國家還方便 或者是說在日本的那些 美國的官員等等 要退的時候 其他那酸台灣 等等 後面這個當然他們可以技術上說 因為台灣比較沒有污染嘛 我如果去韓國的話 那還比較近 可能危險一點等等 不過公共的飛機會 這樣長期直入等等 確實有一點模糊的空間 所以我到目前我只能說 確實美國對台灣 有很大的發言權 那而且呢 所謂的美國 它包括從我們歷史上看 政府的部門 跟軍方的部門 等等有不一樣的意見 其實包括國會 又有共和黨跟民主黨的不同意見 所以我了解 而且我也認為你可以去加強 或者去擴大 這方面的政府的一些 evidence 對不對 但是我想就是這樣 因為還有其他的 其他的說法 其他的表述 是跟這個不是那麼一致的 至於說那個 剛才是講憲法嘛 其實憲法的部分 他依其固有之疆域 並沒有明定 哪些省哪些省 這個是跟五五縣草 不一樣 在1930年代的縣草 因為台灣是日本的一部分 他當然沒有把台澎列進去 他是列舉的 列舉的範圍 沒有包括台灣澎湖 因為當時的台澎是在日本統治下 可是戰後 他就沒有列舉啦 他如果列舉而忽略了台澎 這個問題是比較嚴重 他就很起早的說 依其固有之疆域嘛 那剛才講 其實馬英九這部分 他也有做一些講課 他有舉出說 台灣 戰後台灣 有選自行國大代表 包括那個花蓮的張七郎 為什麼一直被他急功致敬 頭膏一直被頂 因為他是台灣當時被選出來的 哪怕他只是一個間接選舉 的那個 自憲國大代表 所以呢有參加南京政府的自憲會議喔 那是1946年的自憲會議 台灣有18個還是多少 有那個台灣的制憲代表 當然你可以說 欸那個戰後一團亂 你那個代表是怎麼產生的 或者說你去參加 就是 驾香對敗 拿香跟敗 根本也沒有真的代表台灣人的心聲 這就是歷史解釋權嘛 這就是argue的問題嘛 但是你一直在講憲法 這個我還是要請你注意一下 就是 本土學者 包括陳隆志他們的說法 就是在說那個 後來的這個中華民國在台灣 或者是 解言之後 民主化之後的這個台灣 中華民國 是不是跟兩蔣時代一樣 你不一定要今天同意我說的不一樣 這個 但是它 是一個 你要說存在的論述 是一個論述 或者說現實 是有一個現實 這樣的現實 不見得對我們都不好 你如果說立刻可以解決 那也許可以放棄這個現實 但是你如果沒辦法立刻解決 那麼我們去說 這一個中華民國 已經有了 量變 質變 已經不是那個 跟對岸扯不清的那個中華民國 而是一個 它套用他們流行的講法 就是至少是 切開了 就是兩個 不是一個啦 這樣子 所以 這一部分就是先脫中 過去 過去的現實是什麼 台灣跟中國是綁在一起 扣不開 不論北京也好 或者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 或者國民黨 就是這個立場 好啦 那你現在李登輝 好不容易把它扣開 雖然沒有扣到我們要捏的那個程度 但是起碼有扣開了 這點我們要給它一個credit 所以我也是建議說 遠近親疏 我們 我們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如果是純粹的 學者研究 沒必要說太多 但是要推運動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不要 把 國民黨跟民進黨 完全看成是一樣的 那你一下子要打倒這兩個 很難啦 很難啦 你可能要優先順序 要把它逛一下 那才是比較務實的 比較有效的運動策略 以上 我來補充一點 因為時間很有限 那個關於這個1971年 這個雙重代表的問題 你剛剛談到那個問題 1971年要離開 要把這個中華民國趕出聯合國的時候 那個在爭取雙重代表的問題 好像我們在座很多先進大家都聽過 陳南山在這邊講的時候提到說 季欣吉在最後的這個投票之前 有到北京去見周恩來 當時他是外交部長 那跟他報告說 這個中華民國就這樣的離開聯合國 這個他沒有任何席位了 沒有席次了 周恩來感到很驚訝 他是反對的 他是希望中華民國還是留在聯合國裡面 這樣的代表什麼意思 中華民國如果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他佔有台灣的話 台灣永遠就綁在中國裡面了 那他比較老模深算 他如果應該讓中華民國留在 因為他佔有台北京嘛 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國家 他就留在聯合國了 然後這個兩個中華民國 將來就可以談統一 所以陰錯陽差 蔣介石好像保護了台灣 將台灣要綁住 在中國的這個範圍裡面 而他不願意什麼 不願意什麼 跟中共 PRC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起在聯合國裡面 結果反而造成台灣 從此不是中國一部分 要這樣看 周恩來才是對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我們都被誤解了 那這個是秘辛 這是秘辛 陳亮山因為他是當外交部長 才看到這一部分的秘辛 來這邊跟我們報告 OK 只是補充這一點 這是 坦白講我是第一次聽到這個秘辛 那我會記住 而且我會努力來找 Evidence 就是說 周恩來當時有沒有這種表述 不論是他直接的文字 或者是別人的回憶 這確實是重要的資訊 但是呢 我到目前為止所談的是說 如果當時蔣介石不要那麼固執 他願意接受美國的建議 就是雙重代表 那麼普通會員國 中華民國留在那邊 那麼當時會有一個什麼結果 其實就是獨立嘛 就是中華民國 那樣的兩個東西 就是兩個獨立國家 同時加入聯合國 然後就是在蔣介石的領導下 包括外省人 這個外來的族群 是不是已經融成台灣人的一部分 這個都還不知道的情況下 就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這個有什麼好處 這個就是在告訴 比較親中的 比較中國的信仰的人說 其實 台灣獨立沒有那麼可怕耶 就是說 在你們這個 蔣介石領導的情況下 就有機會抬獨啦 你不要把抬獨想成 就是要把外省人趕走啦 或者一定要血流成河 不是 只要蔣介石願意 繼續留在中華民國 繼續留在聯合國 就是台獨 這樣可以嗎 這也是一個 perspect 就是說 你要從這樣解釋的話 也有它的建設性啦 就是說 我們在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並不是基於族群的恩怨 好像四不兩立 不是那個的 而是在 想那種Rational Choice 就是說 我們這個台瓶金馬 或者台瓶 到底是怎麼樣 才能夠在這個世界上站立 騎起啦 騎起啦 親手人 可以參加國際組織 成為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可以有好的民主制度 這樣的嘛 所以 這樣的視野可能會稍微打開一點 所以我想 剛剛這個資訊應該是蠻有趣的 也蠻重要的 我會 繼續研究 記心幾回憶錄 OK 好 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的課程到這裡 來 起立 立正 走你 謝謝 謝謝 不用吃飯 這裡有一件事報告 如果沒聽到沒了 對 好